我要浸泡高度 各位,我來了 很客氣 好吃 你看,除了殼 它的身體是這樣的 每一塊都滿了黃 吃得很享受 剛才有一刻,很專注在吃蟹的時候 我忘記了這裡是青蟹 大家好,我是李英,我是Eddie努巴 今集介紹海鮮終於出場了 因為我們說了很多次 青蟹是一個來陸地區 其實是沒有海鮮 不像泰國的城市 會有海鮮市場或海灘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這麼久都不介紹海鮮 因為這裡真的沒有活的海鮮 這裡通常是冰鮮的 所以我們都少介紹 今集就介紹幾間餐廳給大家 看看大家 作為一個參考 看看大家剛剛吃 今天這個地方就是第一間 比較地道一點 多數是英邁的人 或者泰國的遊客會試的 剛剛我們出了去看 它也有海鮮看 但也不是有煮水的 都是冰冰的 三蝦試吃時間 它沒有冰放在底 還有一隻蝦來到 一點點的白白的 爽的 爽的 有彈力的 因為你不夠冰 吃下去不夠冷的 你會有少怕的 自己冰震 拿冰震一會 到你試了 爽的 爽的 正常的 都有鮮的 超大的 跟這個匙羹一樣 沒有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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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了 但肉縮了 你試一下 這麼大的花狗 可以跟平時我們吃小 吃的 乾了水 乾了水 粒蓉沒有什麼味 醬汁不錯 還不錯 而且我的粒有少許沙 有少許沙 但最後吃完後 我覺得這個有少許腥味 有少許 有少許腥味 好 Next 這個是燒魷魚 泰國人就是平時吃 為了吃這個醬汁 要試一下 泰國人是怎樣吃的 浸進去 油魚 沒什麼味道 是蟑螂 但沒什麼鮮味 這個是咖喱炒蟹 類似美極的味道 美極和合味道麵味 我們這一集是要先試海鮮 不是的我只想吃蛋 雖然這個菜式通常都是用蛋拌飯吃的 蟹肉是實肉的 不梅的 在清邁經常吃海鮮 品味的第一條就是不梅的 不梅就已經贏了 在清邁經常說不梅的好吃 你試一下 真的 其實不是搞笑 這個是真的不梅 但是沒有蟹的甜味 我剛才說一粒糕也是沒有味的 糕應該是很濃的 你有吃到糕嗎 有一粒 現在來說暫時都算中庭 真的比蜜魚是沒有味蜜魚 但它是實的 我們降到要求真的很低 很低的 實、不梅、有味道 就是這樣 在香港 或者你們看到我們在其他 例如布吉那些片 絕對不是這個表情 如果你要看回海鮮的天花板 你要看回這條片 我們在時拉叉 試一下蝦是不是梅 一插就斷了頭 不如寄望 什麼 什麼 那隻蝦真的是梅 什麼 我們不是搞笑 不是搞笑 你試一下 多給一次機會 看看這隻 看看拍照你的樣子 不要拍些食物 這隻不梅 但也不爽 不合格也是 不合格 真的不合格 所以我們直接原地放棄 放棄 這條片是什麼 就去到這裡 完全 我們吃完了 雖然吃剩很多東西 我們很少吃海鮮 是會吃剩那麼多東西 不如看看價錢 價錢 去衡量一下 為什麼你會看這條片 因為近來 在我的IG 就post了條reels 突然間 就好像很多人看 就發現 原來 都幾多人 是說想來泰國去吃海鮮 也都有人留言 說這些 百多元 任食的質素 周街都是這樣 可能他就沒有去過青蚂 因為不知道青蚂是內陸 我們真的在這裡 吃到高質的海鮮 是比較少一點的 所以就特意嘗試 是否周到的海鮮都好吃 或者是這裡紅 這間店已經是這裡紅 這次我們真的試了 直升機 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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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泰國人的口味 應該這間是中開中舉 中開中舉 但如果是一個香港人來旅行 可能只有幾天的時間 還有在香港是吃慣海鮮的人 現在是不合格 所以就不需要過來 如果是香港旅行的人 就不要浪費時間 剛剛賣了單 價錢就是1,156G 其實價錢真的很地道 但跟我們上次吃599兩個人 就是1200 就像這樣 今天要介紹一間只要130元港幣 就可以任吃爆高大頭蝦 和高質泰菜的餐廳 環境比較地道 但是總算乾淨其理 店名叫宮延 是專吃蝦的 回本位就一定是狂吃燒大頭蝦 每隻都有高 還要新鮮爽蛋 而他們的生蝦 都是很好吃很厚肉 我每次起碼叫兩三鑽 其他很多款的食物都真好吃 包括招牌脆炸蝦餅 蛋餅 燒魷魚 冬蔭公 就算是普通的炒菜 我都很喜歡 全部都很好吃 還有一個驚喜的位置 竟然是蝦意粉 這個粉很適合 沒想過在這裡 也能吃到這麼高質的意粉 平常常介紹泰北菜 這次這間任吃海鮮泰菜 應該滿足你們了吧 前幾天那間地道 而且真的很便宜 我們也不太推介 今天就來一個 我覺得 希望會穩定一點 因為這是遊客來會吃的地方 還有我們香港朋友都推薦 如果這間都不好吃 我們這一輯就可以放棄 你們不要來吃海鮮 介紹一下今天我們點了些什麼 當然有它最標準的爆高大頭蝦 超湧出來的 我們點了生蝦 燒魷魚 還有蟹蟹 還有蟹 還有蟹蟹 還有蟹蟹 好像不斷擠 很濃烈 我覺得它除了蝦膏濃郁的味道 它還有炭燒的味道 是比平時 其他地方再加多了一個濃烈的味道 就是炭香 還有很多汁 很多汁 很多汁是高的 可不可以說 這汁好像是一些醬 淋上去 多度好像淋上去 我經常覺得是醬 它的膏 淋上去蝦身 但你還未撩出蝦身 一會兒彈走 一會兒彈走 我彈一彈肉 多驚艱 終於撩出一些很實的的肉 出來了 哇 再要淋上去 再要淋上去 哇 各位我來了 好客氣 哇 好吃 好吃 它的膏是夠煎滿整隻蝦 可以繼續淋上去 還有它真的很彈眼 這個好吃 有蝦味 這隻是最大尺寸的 我們獨石鴨是一千豬 一隻 二百多元 好吃 比猛谷的好吃 我們上次的那個叫什麼市場 吞霧里市場 就是一個很多活海鮮的街市 那裡是很大隻 但是這個蝦味濃烈 蝦味濃烈 本身河蝦已經不是很濃 這個也有味 這個也有味 山蝦 試試山蝦 沒有冰鎮 但是它有蝦去鎮 這個蝦油泡泡通通 好像上至的那間紅 還好一點點 蝦油泡泡 沒什麼味 反而是五九九任吃的 山蝦最出色 吃了三間 可以 我們常常在泰國吃蝦蟹 即是花蟹那種 這個是蝦蟹 它是超多蝦的 嘗試一下 還有蟹蛋 不是蟹蛋 蟹蛋 有很多黃 你看看 除了殼 它的身體是這樣的 每一塊都滿了黃 好濃 蛋黃 超濃 有蛋黃味 有螃蟹的濃味 但是它不苦 有時候 有些高蟹的高 即是深色那些 會苦苦的 它沒有 它是濃郁的蟹味 這個很好 好吃 很OK 這個蟹不是很多肉 但是很甜 我都吃得出去 這個必點 這裏吃高的食物是出色的 蝦 大頭蝦糕 還有這個 反而普通生蝦那些 就一般 一般 再享受椰青 叮噹椰青 還有Live Ban 即是如果你是慶祝 或者一家大小 有老有亂 這些環境都適合 尤其是鱿魚如何 因為鱿魚也是 這裏比較多人會稱讚的地方 嗯 它又不是完全無味 少少味 但OK 即是味道要讚 勉強合格 反而我這個冬金工 我被like 它很有新鮮的蕃茄酸味 酸辣度剛剛好 有夠濃 你喜歡的 是我喜歡的味道 很濃郁 一起用 是好喝的 好喝 我講了很久 賴尿蝦 對不起 好 現在是賴尿蝦 賴尿蝦 我們是點了辣椒鹽 但這個不太貴 我猜是冰鮮的 因為冰鮮跟新鮮差很遠 可以拆開肉 有一點味道 有五米梅 有味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蛋 因為它有二百多匹 就很明顯是冰鮮 你吃慣游水的 你跟這些比較 所以不需要太大期待 吃到這裡很享受 我剛才有一刻 我專注吃蟹的時候 我忘記了這裡是清賣 我覺得這裡好像去了布吉 去沿海的泰國島 清賣終於有海鮮了 為何這麼說 不不不 幸好最後也找回一間 是好吃的 OK的 大家旅行都有多些選擇 就不用真的一點都沒有 就是沙漠 這裡是海鮮沙漠 這裡是內陸 內陸都可以混上來 但因為本地人的消費 未必可以這麼高 還有要說回本地人 他們平時吃的海鮮 並不是大家幻想 很多魚缸 經常有很多活海鮮的地方 他們是冰鮮的 他們吃的東西 全部是乾了 這樣混 他們不會像香港那樣 運輸 是拿魚缸 這樣混 真的冰吃了 那些東西死了 那些蝦都乾了 所以平日如果是地道人 他們吃的海鮮 這裡真的沒有太多 你看這個人多過分 自己喝了整鍋 冰鮮冰鮮 真的很喜歡喝了 如果有冰鮮的支持者 或者贊助就不開心了 最過分是蝦都不吃 我也要喝點湯 好嗎 好 金箱剛剛賣單了 三千多泰豬 即是七百港幣左右 我覺得如果遊客 大家來旅行 都可以的 有些東西吃OK 又乾淨 一家大小的舒舒服服 坐在這裡 吃得挺開心 如果比較我們這幾天介紹 即這條片中介紹 第一間不說了 第二間是叫公驗 我們這條片沒有詳細拍到 但我拍了一個reels 泰菜質素好 而且是很便宜 我們只是599珠 還有大頭蝦每隻都好吃 大頭蝦都真的有高 就算湯 和意粉和燒的大頭蝦都好吃 很多泰菜都好吃 大頭蝦又高 雖然沒那麼大隻 當然價錢更高 也更好吃 看看大家自己選擇 可以隨便吃 選擇我們短片那間 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海鮮的推介 記得CRS我們頻道 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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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